大家好 我是Jason 看到港股在今個禮拜 ATM個別有個破頂 破完之後去到星期四結算 星期五也是螞蟻截止之後 港股開始跟回外圍向下調整的情況出現 螞蟻的確是吸了市場方面比較大量的資金 再加上其實美股方面 都是持續偏弱 見到美國方面的VIX指數 都繼續飆升 相信在美國總統大選 在選舉之前市場方面都有一定的震盪 所以我覺得暫時24,000都會開始有一個掙扎 但重要防守衛我覺得有機會試到接近23,500附近 因為始終美股的震盪性真的繼續擴大 而港股當然在現時資金不是很足夠 開始大家有少許乾水的情況 可能你跟跌落到23,500附近的位置都不出奇 但都要留意了 其實下個禮拜就慢著上市 其實相當之快 下個禮拜中期資金亦都很快再出回市場 所以令到後續的市況來說都會變得比較波動 而下個禮拜的美國總統大選 未來的時間市場都會有一定的觀望意欲 所以如果你是說投放上 都要留意控制住馬 因為往往市既然在波動的情況下 可能股份已經是支出大跌 但如果你留下一定的資金的話 再跌的時候才會有資金再吸納 所以上面來說 恆子的阻力位 其實暫時也會放在調一百天線 24,700這個水平線 雖然在近期是突破過 但維持的時間不算太久 所以我想上面24,700 要看看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哪邊當選總統 所以我想事實上來說 下個禮拜都會偏向一個震盪性的情況出現 中文字幕支持明媳品 感谢观看